民進黨各縣市黨部主委選舉結果出爐 因為罷涵案受到外界關注的高雄海派和局系競爭 投票率高達73%是歷年最高 最後由海派立委趙天林以近六千票差距 擊敗局系議員高敏林當選 海派拿下新北和柏文及高雄趙天林兩席 政國會則拿下宜蘭縣台中市幾章畫縣等處 這次民進黨的黨職選舉 將牽鬥後續七月份的中指委和中常委改選 攸關2022的選舉布局 各派系競爭激烈 台中縣黨部主委選舉就出現世代之爭 而是應該要有年輕的力量來投入 這樣才會讓整個政治生態比較平衡 台東投票率高達92% 創下台東縣黨部主委改選以來的新高 最後劉趙豪以512票打敗林立336票勝出 至於遭到暫停的台北市黨部主委選舉 將在演繹後續的處理方式 原始新聞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